美国的这项宣誓 一方面明显为了安抚盟邦的不满 另一方面也针对当时的苏联 与中国派遣军队驻日后 可能衍生的指挥与经费问题 便提早做防备措施 原本想靠美国的援助 把军备运到日本 以达到占领之名的国民政府 在原用中美租借法案 得不到美国支持之后 蒋介石陷入了僵局 而美国明知中国苦无经费 而且政局不稳 却仍然是强烈要求 中国派兵进驻日本 在这两难的情况下 蒋介石仍不放弃占领日本 继续跟美国协商 最终决定缩减派驻的兵力 从三万人变成一万五千人 但是到底派谁去占领日本 美国方面和蒋介石的分歧也很大 在金利国一次提案失败之后 蒋介石对这次美方的主动要求 更是谨慎 因此他向美国重申 中国战后无法承担海外部队经费 能代表中国执行占领的部队 难以寻觅 在蒋介石的授权下 国民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与魏德迈 迅速拟定两个方案 假案 1945年抽调一个完整师团 配备必要政务人员及特种兵 约1.5万人 以案 以步兵两个团为机干 配以政务人员及特种兵 混合编组为一个支队 约1万人 蒋介石最初批示选择以案 但与魏德迈讨论后又改成假案 其实就假案跟以案来看的话 这两个案子其实差异性都不大 它的重点是在说 我今天要派什么样的一个部队过去 我不是随便就派一支军队出去 我基本 我要让这个军队能够在国际间 让人家看到之后 觉得说不是说你这个军队太差 虽然蒋介石列举了种种现实的困难 但是美国还是指定孙立仁率领了新一军 作为中国派遣军占领日本 孙立仁 1924年毕业于美国普渡大学 1926年进入美国维吉尼亚军校受训 抗战期间 他所率领了新一军远征缅甸 曾多次协同盟军抗击日本 表现极为出色 由于孙立仁曾受训于美国 因此他与许多盟军将领都很熟悉 而且新一军作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 无论是装备军容还是素质上都被人称道 在外人看来 这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 但是当蒋介石接到邀请信时 却犹豫不决 因为此时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1945年底 原本承诺战后边撤出国界的苏联红军 仍留在东北 而林彪率领的中共十万大军 也以劲敌白山黑水 东北成为了国共两军首要争夺的战略制高点 蒋介石经过一番苦思之后 决定派遣孙立仁的新一军开赴东北战场 但他这个决定却引起了美国的不满 美国方面不断催促蒋介石 选派新的部队完成占领任务 转眼到了1946年初 此时东北局势正是关键之事 新一军再不可能被抽调出来赶赴日本 在美国的一再敦促之下 国民政府军令部随在1946年4月3日 承报蒋介石 建议改由进驻越南北部的第53军 荣誉二师作为驻日占领军 当时荣誉二师上属建制完整 兵源充实 是一支军容整肃军技良好的部队 而师长戴金 这个被西方军事评论赞为 其治军治学治士 治家于一身的儒将 也终于有了一方辉煌的舞台 驻军日本 这不仅让受命的戴金和全师官兵 倍感荣耀 也将彻底洗刷日本侵略带来的历史耻辱 而且更进一步奠定中国战胜国的国际地位 可殊不知 这一光荣人物 后来却因为美国变幻莫测的态度 和国内战事的影响 发生了难以预料的转变 究竟中国驻日战领军能否成行呢 戴金和他的荣誉二师 又有着怎样的归宿 明天请继续收看 夭折的驻日战领军下集